这个病例呢叫生态节 这个患者他偶然的一次机会 也就得到了一本关于断食方面的书 然后里面的故事让他很惊讶 患者本身呢他也经常感冒 这个生态 长着有一个节子 又有关节炎 又有肾瘀炎 又有复刻病 所以呢他就决定试一试 那第一天呢精神是很不错的 体力呢跟原来是一样 但是他腰不两层的这位女士 很有疼痛 第二天早上呢他就开始冒汗了 腰痛了很厉害 然后头也发晕 他这个症状啊就是原来有病呢 我说这个病灶越来越厉害 当时呢怎么断食还严重了呢 当时他感到也很害怕 在这个看完书以后 他知道这是体内 体内啊能自然排毒 这起的反应 这个呢他知道是好现象 所以呢他坚持住了 这个反应过后 这个疾病自然就能痊愈 所以呢他坚信这一点 同时呢 他给自己啊不断的 与心理支持和鼓励 这个内心呢就平静下来了 第三天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进食 所以他没有大便 这个呼吸啊也有些这个臭味 这以前讲过 而且呢他右边的腰部 特别疼痛 然后疼得直冒汗 而且恶心 身体呢又不断的发冷发热 那下午在洗过冷水澡以后 他身体就舒畅一些了 眼睛呢也明亮多了 所以心情啊 很是兴奋 他心里充满了这个感激和喜悦 第五天呢 他腹部就开始痛 然后肚皮呢也发痒 结果这个排便的时候 排出了很多的黑色的这个宿便 这个宿便排出了以后呢 这个他就觉得很轻松了 这个负便呢 这个宿便呢很多 特别臭 这个就是我们肠道里 寄存的这个宿便 就像我们的这个水管 用时间长了 他有水垢 一样 水垢啊 一样 他五天 没有这个进食 但是大便为什么这么多 有这么臭 颜色又是这样 这是很难想象 所以患者啊 他看到自己这个肠尾点 寄存了这么多的 脏的 这个肺炸和毒素啊 又不是这次断食呢 根本想象不到 那短短都五天呢 特别断食啊 嗯 他以前吃了很多的西药 但现在的反应就是特别的强烈 就是特别强烈 反应很痛苦 他吃了很多西药中药 还有营养品保健品 这些东西 结果越吃呢 他这个病越严重了 就是药物中毒 反应很痛苦 但是呢 他坚持住 有一个信念 断食确实是治病 所以他内心很高兴 然后在复食的第四天 我说不食啊 就是复食第四天 他那个 他没有生带节吗 这个生带节啊 有种这个脱皮的一场感觉 原本需要开刀动手术的 这个生带 结 竟然痊愈了 他十几年 不能唱高音的嗓音的 突然唱出了 嘹亮的高音 断食的反应和效果 非常的显著和良好 他原本想继续延长 那个天数呢 但由于工作时间的限制 没有继续进行 所以他总共断食了十一天 十一天以后 他仍然还有症状反应 这有非常的正常 仍然有症 在以后两三个月 不时期间 都会有反应的症状 所以说这个他机体内部 进行自我修补 所以有一些症状很正常 但是这位患者呢 他全身呢 就感觉像涂胎患骨一样 由这个女生啊 她原来是 这个 一百二十五斤 现在 降到 这个 一百一十一斤 就是降低了十四斤 然后对着镜子照 他都不敢相信自己啊 又恢复的 又年轻又美丽 皮肤呢 变得这个细牛光子 嘴唇又红人 所以说他 这个 特别特别 相信就世界上 没有比这个 更好的治疗法 这个是 肩治肾心 两方面的 修造压 这是其中的一个病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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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